四、三、二、一 Great opening It's our show in Taipei 恭喜 好 謝謝 我們剛剛從歐洲拍MV回來準備專輯 然後今天就馬上趕回來 就是自己的這個潮流店哀慕很開心 很期待 已經期待一段時間了 我們一段時間一直在努力 然後終於夢想成真了 因為台北店一直都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夢想 最近都是爸爸跟著我飛 因為媽媽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可能飛來飛去的話會影響到健康 所以就希望她多休息 她答應我就是身體好一點她會飛過來 就飛過來看我看店這樣子 這樣我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尤其是在潮流界裡面 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 尤其是在台灣的這個環境裡面 各個潮流的品牌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而且都是好哥們 所以常常會一起互相合作 而且每個品牌都有它獨特 很鮮明的風格跟這個態度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不會太擔心這一塊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在台灣的這個潮流圈子裡面 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這樣 我們還算是新品牌啊對不對 剛剛加入 所以也沒有太大的說一定要怎麼樣 只是說最重要就是大家一起玩這一塊 然後一起把想要做的做出來 我覺得就是慢慢一步一步來 我覺得2011年11月11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日子 然後大家都搶在這一天做點什麼 那我覺得我們在今天可以開幕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願望 然後1307這個數字其實對品牌一直來說是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一個年份 1307年的時候其實就是 其實聖電騎士團的這個解散 但是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勇敢精神 永遠的一直延續到今天 所以這是我們在品牌當中想要一直紀念 一直強調跟分享這樣的一個勇敢精神 堅持下去的精神 所以也希望這個品牌可以透過這個故事 這個歷史來鼓勵現在的年輕朋友們 其實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壓力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有一個正確態度 有一個樂觀的有一個堅持下去的一個信念 我覺得我們品牌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軍事風格 因為我一直堅持擁有這樣的一個軍事風格 然後有點想互補的味道 因為這是品牌的這個歷史 剛剛提到1307年份 我們從1307就開始在奮鬥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想要一直提醒所有的愛好者的 然後潮流愛好者也有不同的品味 有不同的喜好 那我相信軍事風格是一個大家 很多男生 尤其是男生來說一定很喜歡的一個風格 對我在店裡面也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吉他 也就是剛剛從這個上海帶回來的 因為在上個禮拜在上海 喝口可樂的一個慈善晚會的時候 我也標了一個吉他做了點慈善 因為我覺得每年都會想要就是幫助一些希望幫助的朋友們 然後剛好又是吉他 去年標了這個跟狼狼的合作機會 然後今年呢希望可以標一個吉他來當作一個提醒 就是音樂不管怎麼樣都是我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啊 你說的Beatles Beatles其他 對啊那個是 我相信喜歡音樂的朋友們看到的時候 一定會想要跟我來摸一下 這次發片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那今天不是發片記者會 所以 基本上我在籌備我的新專輯 在年底可以發行 然後 我一定要敢在年底發片 因為我覺得我一年每年都有一張專輯 我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然後 相信這張專輯可以讓很多的歌迷朋友 跟音樂界的朋友們很喜歡這樣子